想给你切一口一下 提一下管 你看 请过 我的天哪 喜欢 提啥出关 就是跟你切磋一下 什么切磋啊 走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搏击凤云系列 之前讲了很多普通人 去全馆切磋交流 过来交流切磋 有史以来最瘦的 这个 这个才过来交流切磋 但是还没有一个人敢对着馆长说 是来踢馆的 今天一位博主就亲身示范 亲自对着馆长说 他来踢馆 我们看一下馆长会有什么反应 结果又是如何 假装外地跆拳道高手 去跆拳道踢馆 这位博主应用粉丝的要求 假装从外地的跆拳道高手 去跆拳道馆踢馆 博主冷笑了一声答应了 于是他走进一家跆拳道馆 可以看到 馆长正在高兴的玩了手机 小伙态控厕兩声以后 直接表明来疑 gen过横的没见过这么横的 馆长都被他搞懵了 一时间就没有反应过来 询问他踢什么管 经过小伙的一番解释 馆长终于明白了他的来疑 说句大白话就是来砸你饭碗的 馆长二话不说 就带着他去楼上开打 看这架势 今天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馆长让小伙抓紧把护具给穿上 生怕自己发力把小伙给打骨折 小伙也按照馆长的要求脱下衣服 穿上护具戴上护头 明显感觉到了馆长的怒气之 小伙从气势上已经怂了 踢馆之战正式开始 小伙来回的左右蹦跳 结果打出一套歹徒兴奋拳 馆长却发起了一波攻势 一套拳腿组合过去 小伙有点懵 教练一拳小伙应声倒地 小伙还在叫嚣 小伙拿出了杀手锏 原来是咏春拳夜问 教练一个震动把他给蹬飞了 吓得小伙直接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如此 小伙和教练套起了近乎 这个小伙的下场已经非常轻了 如果换做其他脾气火爆的关照 你敢当着他的面说来踢馆的 感觉把你Q都是轻的 踢人无管 犹如扎人饭碗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第一时间 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